那么好,这期咱们来讲一盘惊天地气鬼神的棋局 这也是一位棋友点播的 他的名字叫某个留八字胡的男人 为什么不是女人呢? 本盘棋选择1984年昆华杯全国象棋大赛 红方是象棋界的王者一代宗师胡荣华 胡思琳有个最难打破的记录 他34岁就已经获得10次全国冠军了 而且是连续实践 前五古人后有来者乎 行了,不能再说了 一会儿整成胡思琳传记了 那么这盘棋的黑方啊 是东北虎赵国荣 当年的话二十出头 列位,请看棋盘吧 开局胡思琳驾中炮 赵特大,跳马 红方跳马,黑方直居 红方这枚洞,进七兵 既然这样,黑方平炮亮居三部虎 在象棋中鞠很重要 可以比喻成猛虎 黑方用三部棋亮出了鞠 后来起个花名叫三部虎 往下看,红方马八进七 黑方伸鞠到棋盒 要扫兵 这一丢红方的七路马很难收 在这儿就两种变化 一种是非常凶猛的冲中兵 黑方的军呢 不敢吃 挑马一打就被利用了 对手一般的会架中炮 红旗再挑个盘通马 双方互有牵制 本军呢是这样 胡思琳飞边向 保兵 直接了当 黑方最好不要选择浸泡过河 别向腿吃兵 那红方还是这样 你这炮走了和刚才不一样了吧 家里防御有点薄弱 浸泡不是好奇 其实这种局面呢 黑方的炮可以不动在这儿观望 先走一个足气进一火马 这才是公认的关招 当年的赵特大还是至那里一些 没充足直接架了中炮 这样的话 红方两头蛇顶上去 采鞠 黑方再逃就浪费部数了 只能吃兵 红高鞠来保 黑方赶快跳马出子 红方退炮 要打死鞠啊 这条线上已经没点了 不能平了走 黑方只好先夺 被动的后退 胡思琳打鞠 平一步 这里咱们要知道 红方如果再跳一下 采鞠打马 黑方肯定会捉 红方只能强行换子了 打马 黑方也吃一个 平鞠来保呢 也是比较平稳 黑方把这逃了 下一步 平炮打马 那你还得往这跳对鞠 这个底下还有根 红方也是没便宜可占 直接跳马 采鞠并不太好 因此 胡思琳改变 行其顺序 先出鞠 下一步再跳马 采鞠打马 黑方得提前做出应对 其实冲足活马呢 可以考虑 再跳就进足别马腿 实战也没有这样选 走的是 马回窝心 胡思琳心里不知有多高兴 我最喜欢的就是窝心马 此刻他开始谋划 先来个横距 黑方这时候冲足 跳马采鞠 禁足过河 由于黑方的马已经回到了窝心 以至于编足没跟了 踩掉 在这埋伏着 下一步服有重炮 打底下的手段 对手呢 还有向无非 那不行 鞭炮发射 腾出位置有定落脚了 但红方招法连贯 进鞠点向腰 想飞门都没有 这里还有手段 下一步 红方就准备这样 打着底下吃着鞠 这肯定丢了 那怎么整呢 黑方平炮挡 现场胡思琳是 进炮吃足 黑方往前推格打马 赛后呢 胡思琳自己复盘啊 他说我这个打足冲动了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 我会选择 这样 炮五平三 黑方只能打掉 红方吃炮 黑方拱炮 红方再加中炮 这个行骑顺序 几乎完美 这组组呢 也不能用鞠来保 回马还能登 没意义 要是捉马呢 红方就吃足 不要了 出手就平局卡向眼 只能退地鞠防守 红方再朝上跳 这也是要防倒无他 咱们这里就不往下拆解了 回到此处 现实 红方 浸泡打足 这一波也是好奇 只不过没有那招精准 对手 浸泡打马 胡思琳 出鞠 马 不要 这一招甚是绝妙 也体现了胡思琳的强大算度 那咱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打马怎么了 怎么了 对不对 别着急 列位咱们慢慢拆解啊 其实无论你打与不打 红方都是这招棋啊 别住马腿 打中足 黑方怎么接 首先第一种啊 黑方 打兵的话 红方可以反打 第二种 用具来看足 同时捉马 那他可以朝这跳 还是可以强行打中足啊 这也不行 第三种 对手直接冲 炮不能发 马不能跳 其实有办法 炮五平三 瞄准底向 下一步平局卡向眼 那他就没了 黑方咋办呢 浸泡打兵叫杀 那红方就退回来 跟后炮 你不敢躲了 你躲这样了 这局不就白丢了吗 那他只能说对桌了 那红方躲呗 桌俩不行 红旗可以回马 挂脚就死 这么闹的吗 那你如果将军呢 红方电炮 你抽局 不管你抽哪个 红方都是打中足一将 这个棋啊 算了咱们结案吧 就说无论怎么走 都是红方战优就完了 来回到前面 这个位置 胡思令平局气马 赵特大 没打 他退局 抓这个 双马都在嘴里 奶的都不管 进局 憋马腿 还是这套 那么下一步啊 才是本局真正的 转折点 这里应该保持 这个六路局不动 先进一路局 之后就是回马 跟他对子 实战这样呢 赵特大 没忍住 吃的马 这一下就坏了 红方顺势弄过来 双局都在降门 黑方极其危险呢 这个时候 黑方走 拘一进二 准备回马腰队 红旗 捕势 下一步出老帅 砍底势 黑方此刻 跳马 对子 他是这样想的 如果红方出帅 黑方有一个平炮的旗 把你老帅挡住 这不是松开马腿了吗 红方一吃 黑方就对局啊 带将的 吃 踩 化解了 但是这种想法吧 有个前提啊 就是红方得出老转 关键胡思琳没这样走啊 他发现一个惊天妙手 这招就是弃鞠砍士将 唯有吃掉 砍士再将 上到二楼 紧接着 平炮 叫杀 虫炮就死 黑方 只能跳马 最后一步 狙占王位 一招 闭闭 刑期至此 黑方认输 因为下一步 重炮 无论如何都解不掉 打中平就给你踩了 还是能重炮 这番棋 真的是惊心动魄 多次弃子 只能说 一高人胆大 另一位 有什么想说的 下方评论 觉得精彩 就帮四郎点个赞 下期再见